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擅长做的就是各种鱼 江苏菜 还有清淡的淮阳菜 口味偏甜的苏邦菜等等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江苏菜 在这里既有你耳熟能详的特色 也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 好 一起来看 江苏人最爱吃什么 当仁不让就是这春季十令菜 什么春笋 季菜 香春头 什么新鲜吃什么 什么当季吃什么 那么在江苏 什么春季十令菜最有特色呢 又到哪儿可以品尝得到呢 这里是江苏树山 一个座落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美丽小村庄 东街巫苏古城 西林美丽太湖 三面环山风景宜人 每年春季 这里的千木梨花盛开 洁白如雪 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这里出产的云泉茶 清香淡雅令人回味无穷 我们在这里找找 江苏人爱吃的春季十令菜吧 江苏最有代表性的春季美食 就要数着青团子了 清明前后品尝青团子 是比较好的季节 制作青团子时 要用到一种特殊的绿色的姜汁 您这个是什么汁啊 野麦草打个汁 做青团子的 这个汁是用野麦草打的汁 野麦草 对 这个是用这个草 打个汁出来的 很香的 用糯米粉拌上野麦草汁 然后包上豆沙馅或其他馅料 这样蒸出的青团子 又软又糯 不甜不腻 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是春季里最让人心旷神怡的美味 再看这一桌子菜 也都是当地人享用的春季美食 所有的食材不是来自田间 就是山野 基本都是村民们自己种的养的 同样是吃鸭子 树山的吃法与众不同 像这份稻草鸭 选用的是生长了三年以上的老鸭 将清洗干净的鸭子焯水后 加入桂皮 香叶 草果 白芷等调料 在锅中炖煮半小时左右 然后再加入泡软的稻草 用小火焖煮两个多小时 用稻草来煮着鸭子 使得鸭肉中渗入了稻草的清香 吃起来肉酥骨烂 香味独特 多了一种春天田野的味道 在树山 当地人也爱吃红烧肉 但是他们的红烧肉很特别 用了春季最新鲜的食材配合 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正好是我们云茶茶上市的时候 利用那个云茶茶和那个肉一起烧的 这样烧起来不犹豫 而且把红烧肉和茶叶能做到一起 我觉得也是很有创意的 这个茶叶是泡过的 应该是熟的吧 但是没有把它泡得太熟 就保持它的清澈 如果这个时刻觉得这个茶叶很好 可以添加一点 树山的红烧肉叫茶香肉 与当地的茶叶一起烧至清香扑鼻 这大块的烧肉吃起来油耳不腻 还能挺追逐茶叶的香味 这样的茶香肉的确独具特色 别有一番美味 食材特别新鲜 跟这个农田就是零距离 跟这个美景也是零距离 所以这个就是回归大自然的 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树山离太湖很近 大约有五公里左右的距离 春季的太湖会有什么应激的美味呢 厨师长钱魏丰 在餐业行业已经打拼了近20年 他最擅长制作的菜品就是苏邦菜 利用一些新鲜的食材 千威丰准备很快做出一桌 比较应激的美食 将炒好的云泉鲜茶加水泡好后 倒入洗好的太湖虾中 腌制10分钟左右 这样炒出的云泉茶太湖虾 外脆内嫩清香四溢 茶的香味与虾的鲜味天然合一 十分美味 接下来千威丰要做的是 干筋手撕桂鱼 将新鲜的鲜鱼洗净切片 吸干水分后 要与葱姜蒜洋葱西芹等 混合在一起腌制 腌制要48个小时才能 味道才能入味 腌好的鲜鱼上锅蒸几分钟后 再放入油锅中间 等到两边都煎黄了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干筋手撕桂鱼 外脆里嫩香味浓郁 越嚼越香 将新鲜的金花菜焯水切碎后 与银鱼猪肉馅放在一起 加入调料混合均匀后 再捏成小饼在油锅上煎熟 这两边都呈现金黄色的 草头银鱼猪饼看起来就很有诱惑力 银鱼就是本身是一个比较嫩的一个鱼种 口感就是比较鲜嫩 第二个呢 这个草头呢 也新鲜 有它的香味 油里炸一下以后呢 这种香味都全部掉出来以后 吃在嘴里就特别的脆 特别的鲜 将鲜鲜的天螺肉 鸡头米 芦笋 山药籽等焯水处理后 混合在一起爆炒 出锅后的鸡头米山药籽 欢送搭配特别爽口 苏帮菜的特点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比较注重养生 那么主要来讲呢 就是能够应食应景 能够跟大自然的规律去融合 再一个呢就是特点呢 就是咱们苏帮菜呢 工艺还是比较烤旧 讲究这种色香味 同时呢还讲究 这个使舌喉的这种口感的 这个最佳状态 除了苏帮菜 江苏美食菜系 还有淮阳菜 金陵菜 苏北菜 徐海菜等等 最富盛名的党数淮阳菜了 洋中人吃得细腻 吃得健康 吃得讲究 这正和淮阳菜的特点暗和 淮阳菜为何如此讲究 这就要从扬州 古老的历史文化讲起了 淮阳菜的讲究的话 就是这个时候的盐商啊 然后经商都在扬州这个地方 那么经商的这些商人在一起的话 也许有钱嘛 这个都在一起 然后除了是 大家这个商业上的交流 更多生活上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叫豆菜 下豆去比拼 你家有什么好菜 你家有什么好食材 你家把什么菜做得怎么样好 所以大家都是相互之间 然后请客 然后就是比拼这个菜 九二九十六把这个菜的水准 菜的文化 然后就抬高了 淮阳菜品数不胜数 但是最有牵合力 出镜率最高的却不是一道菜 那会是什么呢 没错 您肯定知道答案了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扬州炒饭 也许您在很多地方吃过扬州炒饭 但是最正宗的还是在扬州 那么怎样才能称得上 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呢 扬州炒饭其实还是讲究很多道工序 包括食材的 据说要有蛋香 有饭香 有菜香 拥有三大灵魂 在形态上要达到米饭颗粒分明 晶莹透亮 色泽上要做到红绿黄白橙 明快和谐 口感上要咸鲜软硬适度 香润爽口 气味上要具有炒饭特有的香味 才能称之为正宗的扬州炒饭 在扬州最为精致的炒饭做法 是包含了18种不同的食材 米饭 鸡蛋 杏道菇 小米葱 花菇 胡萝卜 水笋 牛肉 火腿 鹅蒸 一片鲜 胡椒粉 鸡粉 虾子 高汤 虾仁 聊生 瑶柱 而这18种食材 还都要选用应激的食材 极为讲究啊 我们扬州吃菜呢 这一句话叫不食不食 就是不是食令的菜 然后尽可能不去吃它 在江苏淮阳地区也有喝早晚茶的习惯 其中有一道淮阳菜几乎是每桌碑点 那会是什么菜呢 那早茶可以从早上六年就开始营业 一直知道晚上都可以 古月楼的早碑茶在泰州颇有新名气 这里不仅品种众多 而且做工精细 几乎每桌碑点的就是这烫干丝 一天能卖到一千多份 正宗的泰州干丝是有标准的 原料是特制的豆腐干切成的细丝 豆腐干一般厚2.7厘米左右 先用刀厚薄均匀地将一块豆腐干 削成薄片 这种横削的功夫 泰州人称之为飘 飘好的层层豆腐片 再斜铺切成细丝 粗细与火柴棒相当 干丝切好之后 这三次烫也是颇有讲究的 先将煮沸后的干丝 放到调好的碱水中浸泡 水与碱的比例要看季节而定 一般十斤干丝用一两碱 为的是去除干丝的酸味 泡过碱水的干丝 要用开水养泡两分钟 淘洗两遍之后 要用凉水再养一两个小时 等到要吃的时候 干丝还要用热水烫一下 加入麻油拌匀 再淋上用酱油糖等做成的卤 很细腻的感觉 干丝是滑溜溜的 鲜嫩爽滑 说到淮阳菜的代表 除了这烫干丝还有一道 这道菜不仅大饭店有 小酒馆有 淮阳地区的江苏人 在家里也会做 是招待亲朋好友的硬菜 没错 说的就是狮子头 在打碎的肉末里 加入生粉 姜末 料酒 鸡蛋 和水 一起搅拌均匀后 再放入盐 用手团成一个大园子 等到清水烧开之后 把狮子头煮到飘起来即可 这是清糖的 狮子头也可以做成红烧的 还可以加上蟹黄 就更加鲜美了 在江苏晋江 这道菜在当地叫肉圆 选用不肥不瘦的五花肉 用菜刀剁成肉末 加上淀粉 水 酒 姜 葱汁 蟹黄 拌匀 做成包子大色的肉团 然后放入油锅 煎成焦黄色 最后再放入佐料 会烧 这菜是我们华阳菜的核心菜 也就是俗称的羊肉 从它的选料就有讲究的 要用那个精花肉来制作 冬天是三七 七肥三素 夏天是四六 六肥四素 做成一道七成肥的肉圆 吃下去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 越吃越香 江苏人爱吃鲜是出了名的 尤其是这长江三鲜 河豚 石鱼 刀鱼 这头牌第一鲜就是河豚了 河豚有很多种做法 最常见的就是红烧河豚 红烧河豚 用豆油 生姜 炒香 放入河豚干 熬干熬香为止 将河豚放入 加入适量的料酒 然后用高汤大火烧开 加入适量盐 小火在慢烧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将河豚皮放入 调至合适的口味后 将河豚汤收浓 挤过装盘 刚吃了一个河豚的肝 我就觉得太美味了 有一句老话 吃完河豚鱼 白鱼都无味了 河豚鸡肉嫩白乳霜 肉味鲜美 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危险 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来制作 无鸡不成宴 江苏人各地都会怎么吃呢 先来看看晋江济市 当地人公认的一道美味 叫做老汁鸡 经营这家店的是陈家三姐妹 你们一家做这个 您做多久了 我们啊 周父母就开始走了 我以前去年 其实都是老的 一家去走 走到今天 二十几年了 老汁鸡 作为济市骨镇的一道传统银菜 据传早在清朝时期就已经闻名下尔了 选用的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那个鸡选的都是什么鸡啊 我看他个头都不大 然后大小都差不多的 都是草鸡呢 它这个口感是什么样呢 跟别的鸡有什么区别 又嫩 又鲜 新鲜宰杀的草鸡经过去毛 去内脏 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后才可以入锅 把烧红的蜂窝煤放入炉子里 用文火慢慢熬煮 陈前华告诉我们 制作老汁鸡注重汤色 更注重香味 讲究食不闻香 而制作的关键 就是它浓郁的老汁 老汁的年头越久 味道就越香 它制作的老汁鸡也就越名贵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料啊 五香八角啊 花椒啊 什么 肉桂啊 每的价料 这小 炭就都存在那里 外头存给我们 我母亲 我母亲它存给我们 三胎 草鸡在老汁中熬煮一个小时 才可以出锅 姐妹三人将新鲜出炉的老汁鸡 放入盘中装好车 大姐陈前华推着三轮车 走过市井小巷 把鸡送到店铺里销售 如今 传统的老汁鸡早已变换出了新品种 聪明的济世人 用老汁制作老汁鸭 老汁鹅 老汁干 老汁小肚等新菜品 在济世人的记忆里 家乡的味道离不开 幼时那一盘老汁鸡的飘香和美味 与浸江人不同 太兴人吃鸡有着自己的地方特色 太兴是银杏之乡 因此当地人很喜欢吃银杏的果实白果 太兴有句说话 叫无果不成席 必须要有白果 因为它愈着健康 太兴人无果不成席 白果炖鸡就是最好的搭配 把鸡切成块 再和葱姜蒜一起煸炒 加入白果煮熟即可 既美味又营养 徐州人吃鸡也很有特色 尤其是他们用的这个锅 有那么一句话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但是在我们徐州 一顿地锅可以解决所有的事 你看我身旁的这所有的菜品 都可以用地锅来做 真的是给我们徐州人一口地锅 我们可以炖了全世界 这就是徐州人爱吃的地锅了 品种各式各样 最受欢迎的就是地锅鸡 我们店里都喜欢吃地锅鸡 徐州的地锅鸡就是好 我们店地锅系列有20多种 一般一天要达到100多份 高空期要到200多份 店主介绍说 在20多种地锅菜品中 地锅鸡是点击率最高的菜品 也是徐州人的最爱 徐州地处南北交接 徐州人兼并有北方人的豪放 和南方人的细腻 地锅鸡也像徐州人的性格一样 看起来粗放其实很有讲究 鸡要选择一年以上 亿很多首席都已经完全出现了 一年以上 能看到一年 都有没有 要不公开 哪个人 都没有 都没有 有一点 都没有 都在那边 都没有 这些东西 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加上这个饼扣着这个锅 背面还有点焦 特别香 地锅里除了可以炖鸡 炖鱼 各种肉类荤食 还可以炖茄子 丸子 伞子等各种素片 只要你想吃的都可以拿来炖 江苏人也爱吃面条 像什么羊春面 饺面 汤面 焦头面 炒面 微面 熬面等等 这其中最有代表最鲜美的面就要算这长鱼面了 这长鱼面是什么意思 面里面是要换一条长长的鱼吗 说了半天 这长鱼究竟是什么鱼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是在我们扬州地区 黄鳝都叫做长鱼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叫法而已 原来这长鱼面用的是黄鳝 一种是长鱼汤面 一种是长鱼盖胶面 这家店的老板是地道的扬州宝应县人 退伍后就和父亲经营这家面馆 虽然只是一碗长鱼面 但对食材的挑选极为严格 长鱼一定要是鲜活的 宝应县境内 河湖密布 水生物资源丰富 盛产鱼虾 螃蟹 龟别 珍珠 是全国水产品生产重点线 这里的水土滋养出了长鱼 肉制好 非常肥美 对一般人来说 捕捉长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可不算什么 这个工具由两个桶子组成 本地人管它叫鸭子 在里面放上蚯蚓作为诱饵 这是长鱼最喜欢吃的食物 长鱼只要一钻进来 就别想再出去了 要给这个粮面桶水 炒着肚的地方 它长鱼去肚 看上去今天收成还不错 鸭子里面果然补上了长鱼 这条能有多长 这条 一尺多一点 一尺多一点 那烧锅最大的能有多长 一尺七八 长鱼面好吃的精髓 就在这长鱼的鲜活程度上 因此下午捕获的长鱼 就要在当天送到店里再烧 活长鱼直接放入烧开的锅中 锅里事先放醋去腥味 同时有助于破开长鱼的黏膜 老爷子是店里的大厨 长鱼的肉好不好吃 这踢肉的功夫十分关键 老爷子起刀落到十分利落 踢肉讲究的是三刀两片 长鱼盖椒面的做法 就是放入青辣椒 在锅中煸香 再放入长鱼和一些基本的调味料 撒上白胡椒粉 极为鲜美的长鱼 在胡椒粉的作用下 郑重扬州人味觉深处 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辣 将长鱼送入口腔的那一刻起 鱼的鲜美 酱油的鲜美 辣椒的清香 胡椒的浓郁 这四种强烈的味觉体验 让人的舌头直达高潮 这种刺激 同时会让人联想到故乡 一种家里的滋味 吃这个有香醋的感觉到 所以口味就回到老家了 除了小馄饨 面条 江苏人也爱吃各种包子 其中最有代表性 最鲜美的当属的蟹黄包 泰州地区的蟹黄包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实心的蟹黄大包 用纯蟹黄配少许鲜猪肉 做出实时足足的馅料 称得上十分奢侈啊 出笼时蟹香扑鼻 黄黄的蟹油溢出包子皮 一口咬下去满嘴的蟹黄 特有满足感 另一类为蟹黄汤包 薄四指的包子皮里 裹着一包汤水 鲜美无比 吃的时候需要吃煎药 破一点小孔吸筍汤汁 吃它某一个可觉 叫轻轻提慢慢移 先开窗后吃汤 最后一早光 会冻的包子 是的 太鲜美了 这个汤就是油而不腻 是吧 太满足了 一定要回味 要说江苏的美食 我真的觉得每一道 都值得细细地来品尝 当然了江苏的美味 远远不止我们节目里 介绍的这些 你像在江苏的话 每个城市每个地区 它都会有自己的美食名片 你看南京有盐水鸭 鸭血粉丝汤 无锡油小笼包酱排骨 阳城湖的大闸蟹 须鱼的小龙虾 还有镇江 羊肉锅盖面 连云港的小鱼煎饼 东海的老怀猪等等 真的好吃得多得数不过来 江苏的美味 吃的是细腻 是精致 是鱼米之香的富饶和美丽 说到川菜 大家总是赞不绝口 的确人们常常会被 川菜美妙的味道所倾倒 自古一来川菜就有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的美誉 川菜之味绝不光是 只有大家所熟知的麻辣 川菜有七味和八滋 七味就是甜酸麻辣苦香咸 八滋是干烧酸辣鱼香 干鞭怪味 焦麻红油 而且由此所演变出来的味型 也是多大几十种 位居各大菜系之首 那么地道的川味 究竟还有哪些呢 欢迎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